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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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场教会的生活 牧场教会的生活 这里面有一个附路 大家看附路2 第一侧 牧场教会的生活 牧场教会的生活 Full Up 各位打开Full Up 就是在47页 Full Up是什么 牧场教会可以从事的事动 所以你看这边列出了好多个部门 对不对 一共列出了几个部 十个 还有学业 一共十个对不对 好 那这十个部长的 服事的内容 就在他后面这里 所以你知道说 假设你是教会的牧者的话 你要怎么做训练呢 就是根据这个 比如说破冰在哪 破冰在四十五八月 对不对 诶 破冰在哪里 没有破冰吗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是八月最后一个 计划交易 计划交易 你就把它改成破冰部长 破冰好了 破冰 好 那就是说 他的内容就是具备破冰节目 并且负责代理 第二个呢 计划增进牧场教会主缘完结的聚会 或者野外礼拜 你看这个野外礼拜也是由谁规划 破冰啊 这样你要牧者要训练的时候呢 做传道 或者是你们牧师要训练的话 就可以根据这个 因为部长要训练啊 部长要训练 部长要训练才知道他才要做什么 而且你要提醒 根据我们栗三测 这个牧场教会的事工 根据那个我们刚刚什么 刚刚上午上的那些课程 每一个部门 对不对 刚才擦掉了 每一个部门训练他们 然后关道师七页 这里面有赞美部长 第二项赞美部长 所以赞美部长呢 就是在牧场教会的聚会之前 是先选出几首诗歌 来预备敬拜赞美 在牧场教会聚会的时候 带领敬拜赞美 然后你要敏锐 你要训练的时候 可以说敏锐胜利的同在等等 要怎么选诗歌 诗歌怎么带领 如果选三十诗歌 怎样接连接诗是什么等等 这个都是可以训练的内容 然后带领部长 这是第三项 比较多的 请你们练一下来 这个最后一项 如果你们教会有代祷诗 或祷告诗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牧场教会的代祷诗 要放在祷告诗里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用那个bmail或者是电话联系 或者在每一个礼拜聚会的时间 然后提出来 关于这代祷诗项里面问题 关于这代祷诗项里面问题 这些部长由谁来训练 不是小牧者 牧师 牧师或者是传道 牧师传道 但是当牧场教会编排好的时候 小牧者要做的什么呢 就是把这部长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然后请传道人来训练 可是如果你们教会没有 传道人他没有接纳这个系统 或者说还不理解 他怎么训练呢 对 找别的教会的训练 那就是比如说 如果你是要有意愿做小牧者 那当然你的那个牧师还没有 你们可以这样就是 巴黎这地区批诗项里面现在有八个教会 可以用个半天的时间半天多年五个小时 找一个人 就是找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传道人 来把部长召居过来训练这样子 这样也是个办法 这样品质比较一致 对对对 这样理解吗 我先说你们当中如果觉得有些经过深入的思考研究之后 也可以这样做 负易 如果说这个牧者 权报人他们知道 就是拜训这一些部长 训练这一些部长的人 假如他是很难 就没有时间去到那个教会当中 能不能就是教会里面的人 去到別的教會裡面去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這個教會的傳導員要訓練對不對 那可以把我們今天這邊 透過福村那邊那邊一定有名單對不對 透過他聯繫一下 或者是在哪一個地點 什麼時候訓練這樣 反正部長一定要訓過訓練 不可以沒有訓練就讓他接事工 他在做什麼 不知道 你至少要把第四十七頁印出來吧 你至少要把第三冊 我們今天早上講的那些要消化 吸收之後 然後來講出來 譬如說破冰 要怎麼破冰 一定要事前做好預備 這樣的牧場的聚會 才能夠有起碼的一個水平 才不會撐遲不起 沒有訓練就讓他承接聖職 這是不對的 而且又不知道怎麼做 譬如說我們這個執事會改選完對不對 那我真的不執事要做訓練 不是訓練 比如說執事 我做執事訓練就是根據現在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這第四冊 根據這個目標來訓練他們 他們就可以知道執事要做什麼執分 因為教會 如果教會的中心是 教會的策略的中心就是牧場教會 你所有的事工都要倒下哪裡 牧場教會 傳導員要把最多的時間 最大的精神放在哪裡 牧場教會 放在小牧者嘛 所以如果有些牧師他要 或者傳導員要推動牧場教會 可是給小牧者的時間 連禮拜三或者是一個禮拜 那個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時間 都騰不出來 太忙了 表示你在牧場教會在你的心目中不是優先的 這就錯了 你得把最多的時間放在這個小牧者的建造上 牧場教會的施工的光環上 這才能夠保證牧場教會會達到一天的水平 而且能夠推動的成功 要不然你把它訓練出來 你就不管他了 你也不參與 你也不跟小牧者每個禮拜見面 跟小牧者每個禮拜見面 這不重要 這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的策略是 你的策略是透過牧場教會來建立健康的教會 雙逸健康的教會的話 那怎麼 你怎麼會把 你怎麼會不能夠把 你怎麼不能把80%的精力時間放在牧場教會呢 你的優先次序是什麼 到外面接聖工嗎 到外面接獎道嗎 這個東西要排決嘛 要擠開來 要弄開來 這才是最大70%至少以上的時間 是放在部場教會 那小牧者 那部長聖章 這才是你釋放的優先嘛 這樣就可以看出你的優先順序是怎樣嘛 你的教練還不會被其他的施工分散掉 好 另外我們來看這個帶領新人 所以你可以有一個 給帶領新人一個名字叫欺戰負擔 可以 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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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時候國家不是有欺戰負擔 欺戰大使嗎 那就是欺戰 就是說如果有新人來了 你要歡迎他 你要幫助他認識牧場教會 幫助他認識我們教會 向新人介紹教會的活動 盡量幫助他持續參加文族訓練課程 而且成為這新來的人 常常跟他演戲 是親善部長 所以你要找一個親善部長 要找什麼樣的人 親善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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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親善部長 不然你要跟你碰到一起 哇 接觸了一次 下一次怎麼樣 看到你就必退三次 找一個有親善力的人 所以如果你們這個組裡面 有一個人很有親善力 他是適合當任的 親善部長 看看你們是不是有親善力 可能不在你們當中 部長不是你們嘛 部長不是你們是小木澤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 教會怎麼編排出之後 就找出一個人擔任的部長 反正每一個人都要擔任部長 所以你列出十個對不對 意思說如果牧場裡面有十個人 那就應該做這十個事工 當然還有一個財政部長沒有列進來 對不對 財務啊 財務啊 如果你教會 用教會的機會 固定的支持 每一個牧場教會的話 當然應該有一個記帳的人 那麼清楚 昨天有一個人跟我提醒的 那個會計跟那個 出納不能分開來 要分開來 比如說你可以 一個司庫一個會計 司庫一個人擔任 那另外呢 由一個部長來擔任 擔任那個會計 收奉獻嗎 可以收奉獻 可以收奉獻 也不一定需要收 如果你教會 會有固定的經費來支持的話 因為如果牧場教會是你的最中心的 你當然有時候經費就要配合賬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兩個禮拜前 有人提到說 我們應該那個支持牧場教會 所以一個月一千塊台幣這樣 所以我們就通過了 通過了 我就提醒他們說 請你們牧場裡面要選出一個 財務的那個 要管帳的 然後收支要怎麼清楚 決定不要在這個金錢上 給半導人 或者給人家講話 小小的司庫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然後記帳弄得很清楚 不要給任何人一個小小的 覺得有一個藉口或者說話 這個是我們中心的做金錢的管家 好 那另外就是負責傳道 這是什麼意思呢 負責傳道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那幾個部的哪一個部 市工發展部在那裡 市工發展部長 你可以給他名稱叫做市工發展部長 他要管理牧場教會的VIP名單 比如說每一個人有任命的 這名單就要交給 就交給那個 市工發展部長 然後規劃實施邀請牧場教會VIP的福音茶會 福音餐會或者是傳福音的計畫 比如說出遊 郊遊 或者是過夜 或者是三年兩夜 三年兩夜都可以 為什麼你常常常三年兩夜 因為我喜歡上三年兩夜 每一次上車也唱 拿到那個 親密的人 對 而且那個公發展要預備那個空椅子 然後把VIP名單列出來 然後常常為這個禱告 然後設計一些活動 活動的企劃 然後讓這些步道友能夠常常出席 邀請他們出去郊遊 去爬山 去登山等等 或者是福音餐廳等 這都是師傅發展部長可以做的 或者是要做探訪也是這樣的 再翻過來 行政部長 行政部長要看牧場的情況 可以兼任其他的不適 這裡他負責點名就是要填寫那一張 剛剛你們拿到了對不對 填寫那一張那個 填寫那一張牧場教會聚會情況記錄表 這個樣子給你拜中心的 所以當你傳導人要訓練的時候 你一定要講中心的記錄 會會 我想我們就把它分開了 不要放在行政部長裡面 會會 我們就把記錄那個牧場教會的報告 寫下來 要確認下一次聚會的地點 因為可能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小牧者的家裡 或者如果我們有臨時要改變 那這個行政部長要通知喔 通知在哪裡聚會 這個禮拜在在哪裡聚會 好 另外呢 一個宣教的訊息是宣教部長 宣教部長 宣教部長 可能你們的牧場教會會支持他一個月大概50歐元 100歐元等等 也許50歐元或100歐元 那這樣呢 那你就要跟那個宣教部長跟宣教部長聯繫 看有沒有什麼宣教的那個職場裡面的代導事項 收集 或者收集有什麼需要聯繫的事項 讓我們整個牧場教會能夠知道 關心 或者甚至為他奉獻 所以那個宣教是祷告的宣教部長 另外一個教育的部長 就是由牧者來兼任 小牧者的兼任 那在牧場聚會的時候 預備帶領話語分享的時間 這是帶領話語分享的 另外如果你的牧場裡面是家庭 是夫婦 像我們弟兄 他們要出席 可是他這個牧場裡面 可能同時有幾個夫婦 幾對家庭對不對 幾個家庭 都有孩子 那怎麼辦 要不要人照顧啊 如果孩子沒有人照顧 那父母來參加也沒辦法專心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特別有一個兒童的部長 所以你看 那他做什麼呢 在牧場教會聚會前 預備兒童的課程教材 也可以規劃於各牧場組員在一起的時間 我知道有些教會 有些那個牧場他們是這樣做的 他們就找一個大學生 打工 打工啦 給他 比如說這個聚會大概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他就請他這個時間來 剛好這個他也需要一點費用對不對 我們就每個禮拜 給他多少費用 然後請他在這兩個小時那邊 來帶領這些孩子 他也可以賺一些利用錢這樣 這是一個辦法 要不然你們自己就找一個什麼 兒童部長 可是他就沒辦法聽到就是了 所以這個也是 所以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可能一個禮拜 兩個小時多少打工費用 就給他 多一點點能夠吸引 他做得也很愉快 他可以專心地做這個兒童 如果你的家庭 如果你這個牧場裡面有很多家庭 剛好都是孩子都是在那種很需要照顧當中 或者是小學以下 那可能這個就有希望考慮到 有必要考慮到 這樣你們的聚會品質就不會受到孩子跑來跑去 他就把他關到一個房間去 然後在那袋 或者看看剛剛發那個什麼錄影 錄像袋 或者一些兒童的教材 或者講一些故事 他們就兩個小時之內 那兩個小時之內就要放他走 你不要把他丟到那個兩個小時還給他走 那兩個小時 你大概聚會也快結束了嘛 也不結束了嘛 所以應該是讓他回去 要不然下次 哇 你們拿路過三個小時 那他也累 人家畢業是學生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你們覺得怎麼樣 如果你們教會有這樣的需要 可以考慮找一些大學生才打工 好 另外有一個 四十七月最開始 這個社會服飾 社會服飾 這就是 你可以說是社會部長 社會部長做什麼呢 他可能收集 那些有困難的個人 或者有困難的家庭 他們需要周記 需要救助 要把這些收集出來 或者你們牧場的附近有這個獨居老人 或者有些官寡 孤獨者等等 那你們就可以用實際的一些幫助 物質上的幫助來幫助他們 教會不能獨立於社會之外 我們教會也是在這世界上也是雙逸 一個是床飛 可是你要為了達成床飛 一定要怎麼樣 參與社會嘛 你參與社會是要達成床飛的目的嘛 這是一個過程嘛 那透過他們關心有好的民生 你們家的床飛也比較容易啊 所以基督徒不能不關懷我們的社會 透過這個幫助他們 那就會有好的民生 有時候做一些社區工作等等 就是社會部長 那你看這樣的話 我們牧場教會可以從事的 事奉就一方面很深入 一方面也可以有廣步對不對 深入有廣步 這是雙逸 你們有什麼問題 牧師 按照前幾天 我上個課就說 我們按照四個WV 然後加了兩個就六個部長 那麼這裡算起來有十多個 我說那個六個是必要 不是六個 其實四個部長 你看貨賓嘛 貞美 貞美 戴陶 還有那個士工發展部長 對 那你最後一個程序在聖靈中 祝福當中 同在這是你小牧者要帶的啊 那話有分享不是你要帶的嗎 小牧者要帶的嗎 對 所以就四個必要的部長 然後呢 然後呢 有些不在這個程序裡面 像那個 像那個欣賞部長 就變在裡面嘛 對不對 那可是這個欣賞部長 你需不需要 有新人來就是他負責嘛 對不對 還有呢 宣教部長 也不在那個程序裡面嘛 對不對 可是 這個欣賞部長就收集一些有關宣教的訊息 後來只要去場規等等 這些都是由巡邀部長來做 然後 然後那個 像 兒童部長 如果你們 牧場裡面 有孩子的話 那你們覺得請大學生不需要 我們自己可以找一個人 來做那個 對 那就需要啊 對 因為這樣子一算來就有十多個了 對啊 那我已經借鏡 對 所以 不見得就是最多的 他們把可能的情況都列出來 把可能的情況 但是你不見得是每個都有啊 可能只有 只有六個人或七個人 那你就需要六個部長嘛 假設你七個人對不對 你小牧者除外 那就六個部長嘛 對 那你可能兩個部長也不在有 不讓他們擔任事工啊 因為他們還不知道 對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來看 腹路一 腹路一 這個腹路一啊 就是 昨天我們講到說 那個牧者的誓約對不對 牧者的誓約 那現在呢 有牧場教會的誓約 牧者的誓約是你 跟這個牧師的關係 你的關係 你跟那個 你要做一個誓約 可是呢 你要讓牧場教會的主員 不要有這個誓約 這樣的話可以幫助他們有責任感 是 可能不是有人說他們沒有責任感 那個是 那個長老說沒有責任感怎麼辦 那就是要怎麼樣 提醒他 所以這裡說什麼 一年四次以上 一年四次以上 在牧場教會中要起印 就隨時提醒 三個月提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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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 我們來 假設弟兄 我們就弟兄扮演牧者 那姊妹扮演牧場的主員 讓他起印一下好嗎 預備 弟兄來 來 我們學到 我們要透過牧場教會來高舉耶穌基督 我們是主所連結之 和一共同體而屬於自己 非要將榮耀歸給神 好前面 我們一直要在牧場教會中 各人所在的崗位上 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來成就如初代 教會共同體的尘埃 以及謙卑的服飾 好小牧者來 我們在牧場教會的話語的分享時間 不如這太多的時間 而且福利所有的牧場主人 都能不能有分析 我們一約 我們遵從耶穌基督 是我們最高的尼秀 我們在祂的牆筆之下相交 並且遵從我們的牧者 是主所建立的尼秀 遵從祂 並要為祂祷告 好這兩個你看一個牧者 牧者有一個 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不可以獨佔太多時間 你不能拜的分享都是你一個人在分享 你應該鼓勵你的主人怎麼樣 交通 多點輪流交通 所以你不要佔用太多時間 你只不過是一個聚會的帶領者而已 那主人也要順從牧師 來順從小牧者 不過小牧者是說說 那個人講太久了 我們現在下面一個人來講好不好 那有些人就不高興對不對 所以要為他施約嘛 施約意思是怎麼樣 他要知道 他要知道這個事情 如果順從他 要為他祷告 因為他是主所設立的禮秀 他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不會說不高興不舒服 如果每一個都不高興不舒服 那小牧者什麼就很難帶了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個誓約提醒他 提醒主緣 好 接下來 我們立約 我們立約 我們順從教會的聚會中 是我們的聚會 誒 你進來去啊 你進來去啊 我們立約 在牧場教會者的聚會中 我們不會提出可能 後來彼此相交自尊異性的遺跡 也不會特定的悲傷 提出抵達性的言論 我們約定盡我們所能 以彼此奈倒其分啊 來克服牧場原間可能的分難 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在話語分享的時候 很可能有一些主人就會提出怎麼樣 尖銳的問題 太過敏感的問題 會有一些批判性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誓約啊 就提醒他不要這樣做 不要這樣做 所以先君子 小小人 先提醒說 先小人 就是先講好對不對 我們先試約了嘛 大家都這樣做 所以等到牧澤 說我們不要提這個問題啦 那你就要知道說這應該順從嘛 所以這個是我想試約很必要 先提出來 先大家交代一下 大家應該有這樣的共同的約定 好 再下來 我們立約 當我們個人的生活 遭遇困難 或有問題時 再可能 方法人類 儘快將代表思想 告訴牧場教會 並未遲早 我們立約 牧場人之間 要盡守人們 以此發出 但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對其負擔 不彼此再來 或從事 傳上的誓 你看這樣誓約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對不對 先小人 也不是小人 就是說先要教導 先把這個 那個什麼 地雷 要先發現這是地雷區 不要誤采了 先把它講清楚 然後大家就可以知道 有一個公約 共同的遵守 好 然後最後一項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傳上的相交 學習主義的相識 和跟隨主的生活 我們心死所有的 最最最 不堅持他的旅樂 鼓勵和國國 還有對這個人 將教會能批評 我們提醒神的話語 和祷告 是我們相交的方式 聖結是我們相交的態度 鼓勵相交及愛與者 是我們相交的最終目標 這樣的牧場教會的誓約 一年要幾次 四次 四次 四次以上對不對 就三個月可能要提醒一次 三個月我想那個時間是蠻好的 三個月提醒一下 他們不斷提醒 他們就會 有時候會忘記 因為你第一次教他可能忘記了 第二次那個講誓約可能忘記 可是一年三四次 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不會忘記 就會共同遵守這個內地 這樣的話 讓小牧者在帶領 牧場教會的時候 就減少很多的困擾 這是保護小牧者你知道嗎 OK 好 那現在我們來進到第四策來 第四策我們不會全部教 第一個 這一策是講到牧場教會的施工 你看那個木路那一頁 木路那一頁 這裡面你看有幾課 十二課 所以我們不可能上十二課 對不對 那只是清庭 沿水式的介紹一下 那你的牧場如果發展得不錯的時候 這一些課程就慢慢怎麼樣 就很重要 就知道說牧場教會在做什麼 除了我們聚會裡面的事情之外 我們外面怎麼樣去有一些外展的施工 怎麼樣開展 第一個 想到牧場教會跟床培 我們要做床培音的工作 第二個是牧場教會跟牧養 這本來就是牧場教會對內 對不對 那第一個是對外 這是不是雙翼 這是雙翼對不對 好 那第三 第四年也是對外的 跟床培音也是一樣的 不過 布道 床培音跟宣教有什麼不同 這兩個名字有什麼不同 你先搞清楚 什麼是布道 布道就是床培音啊 那這兩個 有什麼區別 這兩個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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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上過那個新約歷史史徒行動的應該 應該知道我有區分對不對 這個教會出去就是 就是走 啊 講到文化的問題對不對 講到文化的問題 這個是 布道就是 但是在我們這個城市裡面 像巴黎地區裡面 我們做傳福音的工作 所以在這個地方涉及的傳福音 應該都是同文化 比如你們現在如果有傳福音 就是針對溫州人 或者是華人 大概文化上都很接近 對不對 所以大概很少會對法國本地人 除非你的教會有這樣的意向負擔 大部分都是所定在 從中國大陸來的 或者是從其他地區的華人過來這個地方留學的胡書等等 這都是同文化 那宣教呢 就是什麼樣 寬文化 寬文化就是說 跟你的文化不一樣 跟你的生活習慣不一樣 語言呢 也不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做一個區分 就是寬文化 如果你在同一個城市裡面 向同一種族的人傳兵 那這個我們稱為悟道 或者你在同一個城市裡面 向不同種族的人傳兵 你叫什麼 先講寬文化 比如說你們教會裡面假設有做法語的事工 不過法語事工肯定是你的第二代 可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 你第二代是可能怎樣 是法國人 或者說可能這個法國人跟我們這個華人配偶結婚 他參與了這個 那這個就是法文化 因為你要跟他溝通的時候要用法文溝通嘛 那他的思想方式跟你的也不太一樣 生活習慣也不太一樣 就宣教 或者你到海外 從巴黎這個地方到倫敦 去做華人的教會事工 華人的事工 那就是什麼 次文化 戒指這個 次文化 你看到倫敦去 也是做華人的事工 可是呢 是超過你的一個了 這個習慣上跟巴黎有點不太一樣 或者你到非洲去跟那個什麼 三比亞 或者是那個非洲人的傳福音 還是文文是跨文化 對不對 你要學習語文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區分 那我們這裡講到的傳福音 就是指我跟我們同種族的人 同文 同化的人 傳福音 介紹一個是就 這就是步道 好 那麼有關步道 我們是借著牧場教會來傳福音 我們是借著牧場教會來傳福音 福音的慾功 就是你要他來參加步道會 他不一定會過來 可是呢 也許我們教會就是這些 預先的傳福音的工作 比如說開烹飪班 開插花班 開那個什麼 有些人剛剛過來 幫助他們開發理班 或者是什麼班 或者是他們剛過來孩子啊 有一些什麼幫助孩子那個適應 或者是學習的一些班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pre-eventory的 福音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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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慾功呢 工作很重要啊 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他們不會直接跟你講福音 可是他們會透過參加一些活動 或者像你看我們在做一些活動 做一些慶生 做一些那個交友 這也是福音的慾功嘛 就是透過這個 然後有機會接觸他們 跟他們更熟悉 建立關係 所有建立關係的都是屬於福音慾功 那我們傳福音一定要知道 這個 我們要釣魚 釣魚一定要知道哪裡有魚 魚吃什麼樣的鵝 鵝 各位知道不同的魚吃不同的鵝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同的魚吃不同的鵝 你知道嗎 有時候啊 這個是我2009年去研發學的 原來找我去釣魚 然後就跟他去了 原來如果你要釣 如果我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反正那個地方就有好幾種魚 他說這個時間要釣這種鵝 因為我們是下午去嘛 他說下午這個時間要釣 我們大概4點多出去釣魚 這個時間他就用一個蚯蚓 但是沒有蚯蚓嘛 那個地方沒有蚯蚓 他就用什麼呢 用一些 他就用一些那個蝦子把它弄得碎碎的 然後這個麵粉把它和起來 就是一個小球一個小球這樣 然後就用這個蚯 這個魚很喜歡吃這個 然後他就說有一種笨魚 他是吃那個 看著只要快動 他就會過去咬著 所以他就用夾蚯 夾蚯知道嗎 你買一些那個橡膠的 橡膠不是說要橡膠 又軟軟的對不對 然後你動的時候他就會 那個蚯就會動嘛 然後魚看到動了 他本來就去吃這樣 這種笨魚他就會 你用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不同的魚他就會吃不同的蚯 然後在不同的時間要不同的魚 然後哪一個地區是屬於哪一種魚 所以如果你期待在釣哪一種魚的話 你不要跑到這一區 因為這個區的魚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搞清楚 所以我們釣魚的人啊 一定要把魚是什麼魚 什麼時間去釣魚 用什麼耳 然後呢 大概什麼時間他會出現最多 如果魚都會在下午五六點的時候 你跑到哪一種魚 有什麼用呢 有些魚是早上海釣 海釣是怎麼樣 清早出去釣的 就是半夜 半夜出去 半夜開始船出去 然後你釣到早上回來這樣 所以你就要 你說我就是要釣到 我就不願意出去 我就在這個時間釣 釣得到嗎 魚在哪裡你就要到哪裡 所以魚的需要是什麼 你就要摸著清楚魚的需要 你知道嗎 台灣有一個在秀場做秀你知道嗎 做秀齁 秀場有一個很出名的一個 一個什麼 秀場的明星叫豬哥亮 有那個吧 豬哥亮 不是那個口名那個豬哥亮 那這個豬哥亮 他這個在秀場上真的是 全台灣沒有人不知道他的 致密度真高 大概所有藝人裡面 他是致密度最高的其中一個 那他在正當紅的時候啊 哇可惜他就染上了賭博 他以前那個秀場的收入是有時候一次幾十萬的台幣 一個月幾千萬那個有時候上億的那個收入這樣 到處很多的那個 像高雄有一個叫藍寶石 那台北台中什麼的那些人 他就請他去啊 所以他的資格非常高 可是他染上這個賭博之後啊 不到多少時間啊 把他手賺的錢有沒有 全部都破關了 而且不但這樣子 還欠了一大比戰 賭博人就是這樣很可憐 把賺的錢全部有沒有賭掉了 而且怎麼樣黑道就抓他要跟他討債 討債沒辦法他就怎麼樣躲起來 有時候躲到一段時間就出國留學 其實不是說就出國怎麼樣 逃亡了 我跟你講他自己要說出國留學 他就逃亡了 逃到海外去 然後躲起來 大概在海外躲了兩年左右 然後這樣子回來以後呢 有一個人他很好的朋友就出面幫他 在黑道當中 就安撫他們說怎麼樣 他會玩啊 慢慢玩 給他機會把我們玩下來 就這樣 他這樣子去你以後 他就再回到台灣 就在兩三年前吧 他就出道 重新出來復書 復書的時候呢 他自己這樣講 每次我聽到那個路 因為剛好就遊覽車要去 遊覽車都放諸葛亮的那什麼 秀場嘛 所以就被迫看了那個秀場 真的我看了以後就說 我們床飛的人如果能夠像他這樣的話 床飛一定會成功 他說什麼呢 他說 我一生當中啊 最大的失敗就是賺了錢去賭博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失敗 但是我在做秀的上面 我絕不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他說 因為我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我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所以他每次出場的時候啊 哇 他就會有一個那個 他是主持人嘛 另外他們都會配一個那個女性的藝人嘛 跟他一同主持嘛 那是配角啦 他只要是他在講 他講的話就會讓人家覺得 哇 這個很搞笑就是啊 然後呢 那個彭富大笑 他講的話 他就是有點灰蝎 有點灰蝎 他就說 我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各位我們床飛年 知不知道那些魚要的是什麼 他不要這個你就賠給他 他當然不會下來吃嘛 他是像諸葛亮這樣說 我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所以他在做秀的上面說 我不會失敗 我不會失敗 他說我會盡最大的努力 滿足他們的需要 各位 所以我們在床邊上也是這樣子 如果小木澤還有施工發展部長 我們這個牧場教會 是透過牧場教會去傳福音的 那牧場教會的主言 不能叫小木澤 能不能了解 我們要傳福音的對象的需要呢 如果你能夠知道的話 那就會成功 你知道的話就很容易的怎麼樣 正常一起來 所以他們來到這個牧場教會 他們可能你要摸索一下 你要摸索一下 到底他們怎麼樣才能夠進入牧場教會 怎麼樣才能夠吸引他們進入牧場教會 如果他們不進來 你再講再一篇好的道有沒有用 再一篇好的那個理事有沒有用 那就不進來嘛 所以你要摸出他們到底要的是什麼 然後呢有時候需要透過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拉一條線來給一個耳 讓他們上鉤 那他們就可以進到牧場教會再來 因為進到牧場教會我們就有希望嘛 他如果都不進來他也不聽你講 你根本就沒有希望 沒有可以接觸點嘛 所以各位我們一定要了解 怎麼樣把這些引到牧場教會裡面來 用什麼方式 所以我剛才講可以喝聚餐啊 因為現在就是怎麼樣 不願意來 因為有一次我見到我們那個牧場裡面 有一些人說 他說他的父親 搖他來說我們聖誕節有那個聚餐還有愛宴 我們有那個buffet 那個西式的那個歐式的那個聚餐 他說這個很不錯 他說我不去 他說爸爸為什麼不去 他說我平常都不去 那我一去的話 他們就會以為我是什麼 我是為了吃飯而去 那我們就是準備什麼 請他們吃飯 可是他們就說 他就覺得說面子怎麼樣 掛不住了 他說我不要去 我這樣去的話就是為了擺明要吃飯 所以他就會怎麼樣 他就不想去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也想一想用什麼方式改變 或者是 收費 可是他就 收費也可以啦 但是你收費可能他出去 因為不容易他沒來 你給他一個請貼 所以我們邀請你怎麼樣 或者你可以在這個之前啊 先一起有一個什麼樣的活動 或者說邀請一個出遊 然後一起交遊 對不對 這個就比較那個 有時候他們覺得來 就是來吃飯 那吃飯歡迎我不見得會一起參加 這樣會不會對他們不好意思 對那個牧師不好意思 對那個小牧子不好意思 他們會想到這個問題啊 所以我們也要知道這個心理 讓他這個壓力 想到最低 這個我們要去思考 你有標準答案 參加人可以帶一道菜來 參加人帶一道菜來 也可以啊 可是有時候也很麻煩對不對 但是有些人就會去啊 有些人就會去 所以呢 我是剛才講的是一種case 對不對 可是有些人就說他就很喜歡參加這種 這種愛演聚餐的這樣 所以你用聚餐就可以吸引他來 那吸引他來的時候你就可以放一些什麼 福音寫真啊 福音短片啊 對不對 或者是有些詩歌啊 那就可以 所以你要知道魚的需要是什麼 就像這個諸葛亮所 我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不是每一種魚啊 都吃一樣的鵝 所以我剛才講的 透過愛演 有些人會來 可是有些人怎麼樣 不會來 不是吃一樣的嘛 那你會不會因為他不來 那我們就不辦愛演啊 我們還是辦 因為有些人怎麼樣 就會來嘛 可能百分之七成都會被邀 那百分之三成他沒關係 我們就用另外一種方式嘛 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嘛 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嘛 譬如說一起去那個 去那個人去哪裡 那個包個遊覽車 租個遊覽車 四十個人 然後或者二十個人 或者中型的遊覽車 然後一起去拿一個那個觀光景點 然後在那邊兩天一夜 或者三天兩夜 然後呢這樣 那這樣有機會怎麼樣 你看你覺得去那邊走一走不錯 所以你要知道魚 所以你看這個活動就要怎麼樣 要變化 你不能老是吃飯吃飯 那這樣魚就不來吃嘛 所以有些人就郊遊他就很喜歡啊 有些人去登山他就很喜歡啊 對不對 他本來就喜歡登山 或者他本來喜歡騎腳踏 他就怎麼樣 為了這個魚的遊覽 這一群魚的遊覽 騎腳踏上的魚的遊覽 你就去腳踏嘛 所以這個活動一定要多元 如果你把出腳踏得越廣 你說吸納的魚就會越多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學生 遊學生 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那你就 我們有一句不好聽的話 就是投其 什麼 其實就是透過這個怎麼樣 讓他們進到木場教會裡面來嘛 遊學生都喜歡吃飯 你知道嗎 你們這邊是這樣對不對 美美是這樣 美國也是這樣 所以一吃飯的時候 哇一家裙子來了 對不對 每次那個銀心的時候 開學開始的時候 譬如說一個學結束 一個學結束 譬如說中山過去的那個群組很多 然後就去 哇 一邀惑就是 最每次教會的那個銀心會 那個第一個禮拜 銀心的時候 好幾百個人喔 那可是吃完飯以後呢 就比較少了 可是總是有些人怎麼樣 會留下來 你不可能邀請說一百個人 一百人都來嘛 你不要這樣不切實際 如果一百個人來 十個人 我們怎麼樣 還值得辦嘛 值得辦啊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開始有興趣 會感覺到很溫馨 有加在 因為留學生心中怎麼樣 功課壓力很大嘛 所以這個時候也不是天天嘛 就是一個禮拜 或者是兩個禮拜 一次 他們覺得反正這邊剛好可以解脫一下 可以放掉那個煩惱 感覺很溫馨 而且時刻不錯 那談一談 那些人來了是不是 追求女朋友 沒有關係嘛 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他排著不同的目的來 你們來祭耶穌的時候 目的都很純正嗎 都是真的要找祝恩才教會去了嗎 找耶穌 信耶穌才去教會了嗎 NO 都不是 大部分都不是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就提供很多的機會 讓他們有機會進來 他們只要進來就有機會嘛 十分之一的信耶穌 百分之五的信耶穌也值得啊 所以要怎麼樣 要放長線 要知道魚 需要什麼 不同的魚 這都是我們要知道的 好 所以我們第一課就這樣過去了 你不會期待我一個一個一句一句話一句話講吧 這十二課嘛 對不對 他們不會一樣吧 好 我們來看看第二課 第二課是什麼呢 牧場教會與牧養 牧場教會與牧養 那當然 對一個牧場教會來說啊 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責任就是牧養 牧養我們牧場裡面的主源 那我們在牧養當中 分到二十頁 在牧養當中 我們要知道 牧的成長是一個過程 第五大象 就像一個嬰孩成長的過程 所以我們要強調 這個新生命的baby 新生命的小孩 他不能不成長 像我們這邊有一個baby對不對 三個月 如果三個月之後 經過再三個月之後 六個月之後 他還是這般的體重 這般的身量 那父母就會怎麼樣 精靈的形容 如果七八個月之後還是這麼大的體重 會不會貪心啊 貪心啊 一定 something wrong 對不對 一定某些部分器官上出現什麼問題了 要盡早發現 所以這之後 我們一個人剛剛信誼 也像一個baby一樣 他需要成長 這個是我們做父母的 做小牧者的要關心 所以小牧者好像父親又好像母親 隨時要注意 這一個新生的屬林的嬰孩有沒有成長 可是大部分的牧者不是很在意 他經過六個月還是這樣 經過一年還是這樣不管他 那我們牧場就不會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小牧者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知道他到底我們應該給他一個一套 像我們早上給的 給的這樣一套的系統 為他盡量參加 盡量參加這些課程 需要的課程等等 所以生了孩子之後 你怎麼可能不養他呢 如果你生了他 不養他的話不如不生 如果你生了他 不養他就太不負責任了 養育的過程 你知道嗎 養育的過程才能夠體貼到上帝的心腸 所以一個男一個女結了婚之後 沒有結婚之前 都不能算是長大了 然後結婚有孩子以後呢 發現怎麼樣 原來父母才能夠體會到父母的心 真的好像婦人間長大了 有孩子的時候婦人間長大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有孩子 原來我以前的父母 我的父母帶我是花這麼多心思 一個孩子怎麼樣 出生以後晚上哭了要起來 不能不起來對不對 尿籠你要給他怎麼樣 換尿布啊 他二人也要給他牛奶 而且牛奶要選說S26呢 還是你們這邊是吃什麼 很多嘛 對不對 但是你不能全部都給他吃嘛 一定要選一種嘛 要不然他撈子 對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孩子 孩子換很多心思的 婦人間覺得怎麼樣 哦 有責任感 婦人間覺得怎麼樣 他長大了 所以有孩子才知道長大 真的才會變成長大 那同樣的 當我們看到這個孩子 有屬靈的嬰孩出生在我們牧場教會裡面 我們這個婦人間每一個人怎麼樣 都覺得還是長大了 開始複習責任 要幫助他 這時候才能夠體會上帝的心情 哦 明來上帝 是需要每一個屬靈的一排成長 成為少年人 少年成為什麼 新年人 新年成為父郎 對不對 這樣的屬靈的光景進步 所以再看二十一頁 二十一頁 這個挑戰組員 第六大點 挑戰組員 明白成長的終極目標 在於照顧他人靈魂的小牧者 所以一個人成長的最後的目標 就是你要照顧別人 要擔任小牧者 因為只有擔任小牧者才能夠長大 就好像有的孩子才會怎麼樣 發現自己怎麼樣 是長大 自己有的責任感 如果孩子長大 可是他不結婚 不生兒育女 就不能夠體會父母的心情 接著婚 有了自己的baby 突然之間長大了 高弟兄是不是這樣 你們結婚 後面的弟兄叫什麼名字 哦 對 黃弟兄 黃弟兄 你們應該看那個不見了 黃弟兄 黃弟兄 對 黃弟兄 你們結婚 有孩子有婚姻覺得怎麼樣 長大 長大 我講的沒有錯 婚姻覺得不一樣 跟沒有孩子之前不一樣 即便結婚沒有孩子也不一樣 有孩子又發現不一樣 長大了 所以你看你就會變成照顧一個baby的父母 所以如果這個牧場在外面有新生的baby 有屬林的baby出生了 有人信了耶穌 我們這個牧場怎麼樣 這個牧場不完全覺得怎麼樣 不一樣 長大了 我們需要負擔起責任 那第七個 第七個 請敘述 從保羅身上可以學習的牧羊者應該有的態度 保羅怎麼樣 他去傳福音 他也做牧羊的工作 他怎麼做牧羊的工作呢 他帶那些心生兒有時候像什麼 母心 你看第七節 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 如同母心牧羊 所以做扮演慈母的角色 千辛萬苦 雖然也辛苦 但有沒有回報 如果孩子到了什麼一歲兩歲的時候 哇那很好玩你知道嗎 他好像是懂你的心又不懂你的心 他表情你就覺得這個是 表情讓你覺得愛不釋手你知道嗎 他似乎懂你的心 所以他有時候當時的表情來到你覺得 哎呀真的是 所有的過去的辛苦怎麼樣 都完全壞無勇 這個就是他會回報你 養孩子的時候會體會到這種心情 那另外 做一個慈母要怎麼樣 第八節 愛你所生的孩子 愛我既是這樣愛你們 那怎麼愛呢 就是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 這是不是真實的 你看等一下我們問那個皇弟兄 皇姐妹 孩子痛苦的時候 孩子生病的時候 做媽媽的 像恨不得自己生病 待遇他生病你知道嗎 是 你們做媽媽的是不是這樣 做爸爸是不是這樣 爸爸可能比較沒有這個感情 可是做媽媽的什麼啊 因為是他十一月懷采生出來的 他自己的肉一樣嘛 對不對 自己的生命延伸出來一樣 所以孩子生病的時候沒有醫好 他就覺得法不得胎比他生病 他覺得很真實耶 就這樣愛連自己的性命 說給他 如果他死了我 不如我死吧 就用這樣的心情 用這樣的心情來愛我們孩子 而且呢 第九節 所以我願意你們一個人受累 受累 受累 第九節到後面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就是不願累著孩子 不願把負擔給孩子 你希望把你有的給他 你希望他結婚的時候不要 成為他的累罪 有時候做空會這樣 有一天 這個 這個上個禮拜 本來我師母要跟我來的 結果因為我女兒最近在談戀愛 所以她發現 談戀愛又有談戀愛很麻煩嘛 對不對 那她不要跟什麼男朋友怎麼樣就 結果 她們在海關上班嘛 海關上班 海關 海關的海關 她叫輪班嘛 考進去很不容易 但是也要輪班 輪班的時候呢 不是 她考進去剛好遇到一個 一個男孩子 然後結果兩個就覺得養情相悅 可是最近男孩子因為輪班的關係 就覺得壓力也很大 然後我那個女兒大概也很機敏 然後她這個 就不知道怎麼樣 那個男的就覺得壓力也很大 怎麼樣 然後 我師母就上去 給我女兒 然後他們在講的時候 反正媽媽就多聽女兒講話嘛 那女兒就說啊 說她壓力也很大 她說為什麼壓力這麼大 她說去年考進去嘛 可是今年四月份 又有一個考試 深等的考試 上一級 然後她就覺得有沒有科目她沒有讀過 需要再重新讀 然後壓力也大 可是最近那個男朋友跟她好像比較少跟她聯絡 她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她也說哎呀 這個媽媽你們這個 等到你們年紀 她希望是買一個房子 登記 然後名字 然後呢 這樣我們老了之後呢 可以怎麼樣 去她那邊住 我說你 別想那麼多嘛 別想那麼多 可是呢 她這樣講的時候 媽媽怎麼樣 就眼睛就紅了 對不對 這個女兒有點這樣孝心 可是我們做父母的怎麼樣 我就有這樣的心情 冤淚著孩子 冤淚著孩子 各位這做為父為母的心啊 不想累著孩子 我們如果有希望能夠為她預備 可是呢 我們不想她 累著她 這是一個為父為母的心 我們做小負責的也應該要這樣太對 這樣太對 另外呢 不但做慈母的角色 母親的角色 你要扮演什麼 父親的角色 那細節我們來讀下來 好 這個地方 父親的角色是什麼 勸勉安慰 安慰 祖父 扮演嚴父的角色對不對 一方面是慈母 二方面呢 嚴父 要叫你們對得起上帝 對得起上帝 上帝找我們嗎 對得起上帝 所以我們做小負責的 一面扮演慈母的角色 二方面扮演什麼 嚴父的角色 勸勉安慰 然後呢 祖父 各位 所以這個小牧者如果結過婚的 做過爸爸媽媽的 可能做小牧者會比 還沒結婚的弟兄姊妹 做小牧者來得更有沒有 更能夠 更能夠怎麼樣 更能夠勝任 更能夠勝任 對 這不是說你們不配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他們因為好像照顧到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們會用這種心情來看 喔 原來小牧者就像媽媽 就像爸爸 他們有這樣的經驗 就用這種角色 很淡 但是如果你們沒有這樣的經驗也沒有關係 趕快學問吧 而是說就培養怎麼樣 照著貼上一家賢書二章 七到十二集講的 那個 十五是怎麼回事 面容是什麼 不是的心腸 實際上是什麼 然後延父做什麼 如果照保羅這樣提 因為保羅希臘也沒結婚嘛對不對 可是他雖然沒有結婚 他可以怎麼樣 他可以寫出 為父的心腸 他可以寫出 為母的心腸 不見了一定要馬上結婚才能夠做小牧者 但是要體會那個為父的心腸是什麼 為母的心腸是什麼 重點就在這裡 有些人做了父親做了母親 也不容易體會 扮演什麼 直呼直呼角色你知道嗎 有時候生了孩子就把孩子丟掉了你知道嗎 就丟掉 台灣有前幾個禮拜說有一個生了 十六歲就連懷孕就生了孩子以後 就把他從樓上 就把他從樓上丟到下面去 丟死了 甩死了 你看這樣的孩子生了以後呢 不管他 這也沒有責任 但是我們要像保羅這樣的孩子 我們要養他 照顧他 保護他 讓他成長 預備環境讓他成長 這就是牧羊 所以小牧者在牧場教會裡面 就像慈父 就像慈母 就像岩父 這種角色 然後來照顧 深入的照顧你的那個組員 關心他靈性的需要 關心他精神的需要 關心他屬靈的成長 如果他這個時候有一些人際的問題 我們要陪他走過 有時候他可能自己很難處 我們要勸美他 安慰他 鼓勵他 嘱咐他 不要落入試探裡面 這就是岩父慈母的角色 所以跟你旁邊說 我們好好扮演岩父慈母的角色吧 agtfy 哈哈 哈 怎樣他怎麼說 說我自己什麼 怎麼說 結婚 結婚 所以沒有什麼 信心 OK 沒關係 聖力給我們恩典 沒有錯 我們開始扮演不見得很好 沒關係 我們不都在學習嘛 也不要被過去那個失敗 那個陰影籠罩著 不要被過去那個失敗的陰影籠罩著 聖力總是給我們盼望嘛 我們的聖力是死人有盼望著 真的 是死人有盼望著 就是說過去失敗沒有關係 但是上帝一定有在給我們機會 在給我們扮演這個角色 那我們知道自己的軟弱在什麼地方 知道自己過去在哪個地方運動好 我們一個新的責任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就扮演它好 所以亡者一意 過去的就過去了 新來的要面對未來嘛 對不對 你不要一直想到過去 哎呀這怎麼辦呢 我們就踩不出去第一步了 踏不出第一步了 所以跟旁邊說 上帝是死我們有盼望著上帝 上帝是死我們有盼望著上帝 感謝主 如果我們過去有一些失敗的經驗 或者失敗的角色 父親或者母親失敗的角色 有沒有關係 也是要學習嘛 只要我們活著 只要我們對上帝不失去那種盼望 我們總是可以成長 對不對 也許過去孩子我們養得不好 但是屬林的孩子怎麼樣 只要把他養好 對不對 過去可能沒辦法 過去了 但是我們至少神給我們一批屬林的孩子 我們也怎麼樣 把他養好的 這也是神給我們的盼望 給我們機會嘛 所以現在我們扮演出好的小木子 好嗎 現在我們來看第三課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在一起去那裡 沒了 我們上帝我來一下 我們會見過 我們會見過 我們不會去aa 我們問我們 我們會見過